施工搬時搶救困狗小狗 这只小黑狗好可爱哦 不过它才历险归来 颈魂未定 小黑狗昨天被人发现 受困在屏东县东港渔市场的水沟内 还被水泥石块封死出口 动物紧急救援小组都为置工 所徒手合力搬开数十公斤的水泥石块 再用手电筒探照 发现受困小狗卡在距两侧出口约一半的位置 先从一侧用气弹枪驱赶 但用肉食饮诱 量持五个多小时 趁小狗接近洞口时快速拉出 可获救的小黑母狗 经受医诊断才刚出生不到两个月 极度饥饿有脱水现象 紧急急救后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民众的二座区还怎么样 就把水沟的两边的出口都把它堵死一遍 你知道它大概困在你那里多久 我们在想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 两三天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表示 故意堵住出口要让小狗饿死 以涉嫌违反动物保护法 为者可罚一万五到七万五 如果动物因此重伤或死亡 可除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动物新闻 虐待动物实在太可恶了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